泰國軍方在星期二宣布實行軍管 理由是持續幾個月的抗議活動之後 國家需要和平與秩序 在星期二凌晨 泰國陸軍總司令巴玉占奧差突然宣布軍管 並且說實施這個決定是為了防止暴力 扮演到國家其他地區 占奧差說泰國皇家陸軍希望 盡快每個泰國人所熱愛的國家恢復和平與秩序 要求全國社會各界各團體停止運動 尋找進入可持續解決國家問題的進程 他說1914年軍事管制法的有關條款 將會隨後宣布 並且促整公眾不要恐慌 要各司其職正常運作 泰國軍方否認接本政府 還表示星期二的決定定非政變 泰國是東南亞第二大經濟體 自從前總理英六在去年12月解散國會之後 國內局勢持續緊張 在今個月初 英六和他的內閣九名部長 因為被知濫權 而被泰國憲法法院宣布解除政務 泰國目前的看守總理說 現政府不會辭職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